好的 主播高雄市卫生局今天19號的早上和屏東縣府聯手 指導台農和信心蛋品的屏東席選場來進行機查 在中午的時候發布一個新聞稿呢 是表示說岩埔雞蛋運銷合作社集貨廠 主要是農業部輔導的席選場處理國產蛋進出貨 現場原料都是散彈藍莊貼牧場來源的標示 但信心業者呢無法提供受理農業部席選蛋 以及液蛋液禁銷的數量和流向 衛生局其實已經發含了三次要求提供相關的禁銷單據 但是在今天19號抵達現場時仍然是無法提供 因此將會依實安法開罰300萬以下的罰還 其實高雄市衛生局至今已經約談台農蛋品負責人 圖信動作非常多次 但是呢他遲遲都沒有到衛生局來進行說明 14號的時候就已經被高雄市府已拒絕配合開罰台農30萬元 圖信動作又在15號出國至今還沒有返台 衛生局人員今天抵達席選場 現場依舊是無法提供相關的文件證明 也會依照實安法來進行開罰 以上來自高雄消息叫環鵬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